创业管理 管理者必须具备之核心能力 Robert L. Katz认为成功的管理者必须具备四项核心能力 一、概念能力,掌握和协调组织的整体利益和活动 二、人际关系能力,以领导、激励和沟通来达成组织或部门的目标 三、技术能力,利用特殊的工具、程序和技术 以完成特定管理任务 个案,一个销售经理的故事 曾经有一个公司的销售经理 他一直在追求高业绩 但却忽略了对团队成员的关心和支持 因此,该公司的销售团队在经历了几个月的高压销售后 出现了成员流失和士气低落的问题 销售经理意识到他的管理方式需要改变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领导风格 并参加了一些培训和学习课程 以提高他的管理能力 他发现,管理团队不仅仅是要达到业绩目标 还需要建立良好的团队关系 关注和支持团队成员的个人发展和福利 销售经理开始着重关注团队成员的工作和生活 建立了一个互相支持和信任的团队文化 他通过提供培训和指导 帮助团队成员提高销售技能 并确保他们获得足够的资源和支持来完成任务 同时,他也尽力为团队成员争取更好的薪资和福利 以提高他们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由于销售经理采取的这些措施 销售团队的表现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同时成员流失率也显著降低 这个案例展示了一个好的管理者必须具备的能力 不仅仅是在达到业绩目标上有能力 还需要关注和支持团队成员 建立良好的团队文化 以提高团队绩效和凝聚力 问题,这位销售经理原来缺乏什么能力? 后来他如何改善? 请在留言处讨论 基层、中层、高层主管 各需要具备哪些能力? 高阶主管最需要具备概念能力 其次是人际能力 至于技术能力则并非重点 中阶主管最需要具备人际能力 至于概念能力、技术能力 也需要有一定程度 基层主管最需要具备的是技术能力 其次是人际能力 概念能力的重要性则最低 问题 你认为你现在最需要以上三种能力的哪些? 请在留言处回应 管理者需具备之特殊技巧 监控组织的环境与资源 组织与协调 处理资讯 创造成长与发展 激励员工 处理冲突 解决问题 个案 远距办公 知名的科技公司如Twitter早已宣布 远端办公将成为常态 Facebook也在全世界各地大举真材 地域支线越来越小 但伴随而来的是各种变形 弹性的工作模式 讨论 HR如何协助新一代的管理者重新设定工作流程 员工发展与变迁的文化 都是新挑战 请在留言处回应 个案 领导技能 曾经有一位企业经理李先生 在他年轻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管理经验 但是他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管理者 有一次 公司面临着一项特别困难的任务 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大量的工作 而任务的完成质量也十分重要 在这个时候 李先生充分发挥了他作为管理者 所需要具备的技能 首先 他知道如何正确地分配任务 他清楚地了解每个员工的能力和特长 因此他能够将任务分配给最适合的人员 从而保证任务的完成质量 其次 他能够有效地沟通 他明确地传达了人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并让所有员工都认识到 并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 最后 他能够灵活地应对变化 在任务进行过程中 出现了一些意外情况 导致原定计划需要进行调整 李先生很快地做出了调整 重新分配了任务 让整个团队能够快速地适应变化 继续顺利地完成任务 通过他的努力和领导 团队成功地完成了人物 并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李先生的管理能力 也因此得到了很好的展现 让他在公司中的地位更加稳固 成为了公司里备受尊敬和信任的领导人 讨论 李先生通过哪些步骤 来完成了艰难的任务 哪一个步骤是最重要的